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俄乌边境现在的军事对峙日益严重 普京是穷兵度武,想要打败乌克兰 甚至肢解乌克兰 这样他就能够顺利地永远地霸占 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两个州 乌克兰人当然不愿意甘心失败 乌克兰人对俄罗斯在历史上就形成了深仇大恨 现在也处在要爆发的之前的状态 所以双方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对抗 欧盟27国最近其身谴责俄罗斯的军事挑衅 并且表示要给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也就是向乌克兰输送各种军火 坦克、飞机、大炮、导弹、火箭弹 或者反坦克这个统等等 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军队 普京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并没有退缩 反而变本加厉 现在下令调集更多的军队到乌俄边境集结 乌克兰当然也是正在加紧动员 把所有的机动部队和能派到前线的部队 几乎都派到了乌俄前线 就是说双方都在招兵买马 这个大战的一触即发 让我们看看多久他们会打起来 估计无俄大战之日 很可能也是中共军队突然攻击台湾之时 因为现在美国正在跟日本、澳洲 形成一个钳刺中共的联盟 就是说一旦中共攻打台湾的话 这三国按照计划就可以一起出动 来阻止破坏、摧毁中共的攻击部队 从而阻止中共占领台湾 但是这个计划目前还在制定当中 所以留给中共的机会不多了 中共要是真想解放台湾的话 还得趁早打不能再拖了 再拖个几个月下去 等到美日俄已经建立了明确的联盟 而且三国已经达成了明确的协议 再加上印度到时候也参战的话 那中共就会福倍受敌 狼狈不堪 所以说我认为目前俄罗斯 在乌克兰边境的挑战 很可能就是为中共做掩护 这样就让声东极西 也就是说主要是想让拜登政府无暇应对 这样普京能积累大军 不一定能打起来 或者只是象征性的大大炮 但是有可能中共就对台湾大举攻击 好 让我们拭目以待 第二个就是最近有消息说 富士康要撤出中国前往越南 富士康在中国目前还有80万人 据说富士康最终要解雇这些工人 当然可能要花个几年时间 因为有消息说富士康已经在越南投资137亿人民币 打算在越南大干一场 而且从过去一年的情况来看 富士康在越南赚了很多钱 因为越南的工人工资更低 而且越南人你别看个子小 他的干活体力比中国人好 而且做事情更认真 因为我到越南旅行过几天 越南人一声不吭的 但是他很能干 而且他那个力气很大 就是他那个身高也许只有一米五六的 那个越南小男人 你看到那个公路旁边 他扛起两三百斤 真的扛二百斤不费事 一般中国男人扛不了的 他们都能扛得动 就他的肌肉特别结实 我还曾经有一次我问过越南人 他说越南人的确因为从小就干活 肌肉结实 我摸过他们那个手臂的肌肉 比汉人的手臂要明显结实一些 这个苹果公司呢 这个郭台铭最后 最近呢讲的一句话 急弄了中国的爱国贼和小粉红 他说呢 如果苹果公司需要 我们富士康随时可以搬出中国 然后呢 这个中国的爱国贼就大骂富士康 忘恩负义 说当年你在中国发了财 现在那个苹果公司让你走 你就走了 无情无义 甚至呢要求中共呢 不让这个拦住这个富士康 不让他走 扣押他的这个资产 其实富士康在中国的投资都是很有限的 土地是租来的 厂房都是临时厂房 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是临时的 暂时的用一用罢了 随时可以离开中国 而这个富士康的这个老板 也就是苹果公司 当然意识到把这个那么大规模的加工厂留在中国 是危险的 因为万一中国这个台海发生战争 或者中国呢 跟这个美国进一步闹翻 美国更加严厉的制裁 就是说呢 不允许更多的零件进入中国 那中国的富士康就得瘫痪 因为这些很多零件呢 离开美国或者离开日本根本就不行 没有办法进行维持生产 所以说呢 到时候呢 富士康当然得完蛋 因为他80万人的生产线 如果一下子停下来 那真的他扛不住了 这个公司可能要破产 而苹果公司呢 受到连累 也会受到致命的打击 甚至可能上市的全球手机第一的地位 你比如说诺基亚呀 还有这个谷歌 谷歌也生产手机 还有其他一些公司呢 可能抓住这个机会 迎头赶上来 因为你想 现在苹果手机 大量的这个 都在中国出货 中国那个产业一停了 他一时就抓虾呀 他就生产不出来 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虽然中共目前的专家呢 说富士康80万人离开 80万工人失业 没有什么大不了 中国的就业机会多的事情 而且这80万很多都是熟练工人 将来找到工作 这简直都是缩效 要想一想 这个80万富士康工人 这个他这个上下游牵扯到几百万人 那几百万人也就跟着失业呀 也就是说大量的为这个苹果手机 制造零部件的那些厂商 那不都得关门吗 因为你这80万的富士康走了 这也就是说他们的业务没有了 另外还有其他的销售企业等等 那通通都得完蛋了 更何况呢 富士康一旦走了 这个中国呢 就不能方便的盗窃苹果手机的技术了 因为很多这个苹果手机的部件 它都现成盗窃 比如说苹果手机生产什么部件 订单从富士康下给中国的某个企业以后了 这个企业只要增加这个产量就行了 他当然乐于这样做 因为一开始的改造费用或者说呢 流水线费用都是苹果公司支付了的 那样以来呢 你后来加货 加货生产出来的零件 给小米手机 华为手机 中信手机 或者中国的沃尔沃手机等等 那当然成本是很低的 利润是很高的 讲白了 中国手机之所以有价良物美的声誉 完全是靠这样大快车搭出来的 并不是说中国的这个手机厂商有什么能耐 或者有什么经营之道 那通通都是扯淡 一旦这个苹果手机离开中国的话 可以这么说 中国的这个手机产业 整个都可能面临着被国际市场迅速淘汰的命运 一旦 感谢观看